词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欺人欺语, 一时趣闻 何者今日跟你说,观音 观音? 这个词曲我会去拜观音 原来不是,唐朝以前叫做观世音培杀 那为什么观世音变成观音呢? 原来古代有个避位,什么避位呢? 尊者,有个名字是这样,你要避开它的字 原来唐朝,唐太宗的名字叫做李世敏 那你观世音的细字和别人撞了 杀了它,不要叫做观世音,叫做观音 那变成观音了,原来观世音培杀变成观音 在唐宋以前,观音是男生的 那是男人来的,你要查一下历史啊,是男人来的 谁知道宋朝有个人写的 愚男观音,金蓝线裙 那些人以为金蓝线裙,穿了裙子 那就是女人 所以宋朝开始呢,就将观音运化成,变成了女人 所以呢,粤剧有什么呢?观音出世啊,观音得道啊,传统礼器啊,观音十八变啊 所谓观心培杀呢,就变成了个女人身 就变成了,个个以为观音是女的,到现在也是啊 你们个个拜观音,观音培杀都是女的嘛,是不是啊 有些是拿着个鱼籃啊,有些是个莲花座啊,有些是子竹林观音啊 很多种,幻化很多种形象,叫观音培杀都是女的 那我今天不是只说观音培杀呢,说气行的话呢 气行又怎样呢?哦,那些年轻仔啊,你知道啦 做小孩肯定是青春文化 凡真见到女仔的高兴,喜欢的嘛,那些女仔叫你,是不是啊 那些姐姐仔啊,啊,阿北人,你给我买些什么啦 你给我给我倒点水啦,那个给我拿饭啦 烦了,那些女士,叫她做的,很高兴的 嘿,马上立即给她拿,立即给她做 不要紧要啊,互相帮助而已 但是这样啊,如果男人叫她,喂,是谁 你给我,啊,淡淡水过来,你给我拿点东西过来 她就不是那么高兴的啦,又说,哎呀,我没有空啊 又说我手痛啊,又说脚不舒服啊,肯定是推的啦 那些人就生气了,哦,女人叫你也可以,我叫你也不行,是不是啊 得出一句话,就叫做什么呢?正一观音兵 就是女人使你也可以,我们使你也不行,观音的兵 那句话传了传了,传了传出社会 所以很多个行业都是的,现在,出去的时候 嘿,这正一观音兵来的,那就是女人使你也可以 男人叫你也不行,是不是啊,大小超 这些观音兵,那就是有点贬喻的,是不是啊 叫做观音兵,就是这样来的,啊,观音盘是好事来的,是不是啊 那是观音兵啊,就是说她,不帮女人做事,不帮男人做事 这些,乐剧传统,戏与戏人 今天,何车,又先说这么多,下次再做啦